5G網速一年比一年差 黃先生兩年多前入手這支iPhone 12 為了他一個月還花一千三百多元 把原本的4G方案改成5G 但品質不如預期 不只北部家住屏東的民眾 也向平面媒體反映 去年電信合約到期換iPhone 14 Pro Max 但只能綁5G 後來他選擇月租一千三百多元 三十個月方案 雖然原價四萬多的手機 只要三萬五千元 但用了半年都沒有5G訊號 無難之下他跟業者協調 降回4G資費 但業者提出兩個方案 一月租打八折 二退費四千元 但還是要賠一萬四千元手機費 其實蕭寶初從去年至今 一年多時間4G轉為5G收訊品質 不佳申訴就高達兩百一十件 而4G轉為5G收不到訊號有十五件 實際查詢iPhone12起的手機專案 都需要搭配5G資費 最低五百九十九元 持到保一千三百九十九元起 是否壟斷 NCC表示會在開會討論 繼續觀眾黃品漢採訪報道 立刻下載 建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 請問 1 2 3 3 4 感谢观看